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拜着留下车标 好吧 我喊三爷就开始跑 好吧 真是天助我也 今天下雨了 我看了他的开示 VD08的半日舞台 雨天很打滑的 哈哈 我们开始了 好吧 2 3 2 1 跑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又会把你拉回了现实 这只是一台拉货载人的工具车 致富路上的帮手 那既然是载人拉货的工具 那么对于空间自然是有要求的 而这一点恰恰是这台武林红光普拉斯的另一大杀手锏 你看它方壳子一样的造型 不用猜就知道很能装 根本不需要设计师抓着挠腮的去偷空间 横向宽度超过1米8 轴距超过2米8 空间大得很 装一辆摩托车都不在话下 还有什么 空间大得很 装两辆摩托车都不在话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销的原因还在于产品的错位竞争 在对手都忽视的那片市场里展开野蛮的生长 不管是武林红光还是红旺Plus 甚至更便宜的武林荣光武林知光 他们对于车主来讲可能承载的是全家的希望 不为别的就为生活 越过越好的生活